因為佈落地照顧人員的訴求越來越大 南道館政府原民局特別開班 原住民教學館訓練班 透過一國外訓練 學官已經鼓勇上當的照顧專業人力 原民局當時也跟上官單位配合 合結婚的學官可以照顧自己訴求 馬上到在上官單位主意 你們可以看到花香搖雨這個號 學官在意獲專業人員基督下 或是如何服務 都在平成員這次上官單位 南道館政府原民局開班 原住民教學館不會分庫定 利用對上官企業的照顧服務 到經濟狀況的基本基督 主要是因為部落 目前對照顧人員的訴求越來越大 當時也救出提升原住民的職業機會 那這個是現在部落裡面所最需要的 因為部落本來就是醫療資源比較缺乏 那如果我們現在政府部門 長照2.0可以引進我們的就業的 照顧就業市場的話 我們族人都可以去應徵 透過這樣的一個訓練 他可以去應徵照顧員 還有我們的居家人員 那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資訊的提升 讓他們有工作的一個機會 有去做新一箱的一個整個長照資源的一個盤點 服務的人數卻是不足的 那所以真的很高興今天照顧員的這個訓練 今天的決信班我覺得就是就業的保證班 因為這個市場的 照顧員的市場需求量實在是太大了 另外為了提升照顧員的訓練品質 我們民教也特別跟醫療醫所合作 利用病院的主員 作為照顧員的訓練基地 無論對基本的醫療衛生地式 到實際導入服務的訓練 都利用病院的專業主員 來訓練參加確定的學員 提升照顧員的組織 也對大家結婚在後 導入照顧員的工作 都要來競加大幫助 我覺得不只照顧 在工作上照顧 其實我們的很多家人 也都是臥床的家人 過去我自己 我的父親他在臥床期間 我並沒有學這個居家照顧服務的這門課程 所以我照顧起來是很吃力的 那學完之後像移味技巧 廣光餵食 這些還有那個傷口處理 我如果早點學到就好了 我為什麼會比較著重在 就是類似日拖 就是當他們還沒有完全退化到那種狀況的時候 就能夠協助他們 幫助他們在這樣的當中 透過可能活動做各樣的方式的計畫 然後幫助他們能夠透過這樣的活動 所以不只是說真的有自己的家人 尤其在外地的這個原住民 有時候語言上 如果不是很很通的過程裡面 那如果說本身有原住民去照顧的話 這一塊可能也是一個 反而是比較好的部分 經過一國外國的訓練 三十位學員 每一個人都開心拿到結婚證書 結婚電力以後 也當時辦理正教科技 和協助集合的工作 讓學員可以順利投入 照顧員的服務工作 有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 其遷就老著身 än財宁婆島 很多動物 很多動物